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 瓷器鉴定当中的明代永乐一朝的 青花蝉枝海棠文罐的这个赏戏 好,咱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件这个永乐时期的青花蝉枝海棠花文的罐 这个罐呢 从整体上来看 你们看它呢 加上这个盖子以后 它整体这个造型呢 就显得特别的这个优雅 而且呢还特别的这个精美 它整体的形状这种流线形 也是特别漂亮这种线条 那从它的这个胎肉上来看 它的胎呢特别紧实细腻 然后它的这个成型的方法呢 也是磨印 然后用这个胎泥这个衔接成型 在胎罐的这个部位 我们看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成型的这种工艺 然后呢 它的诱水呢 是这个白中泛青 在肌肉处呢 这种白中泛青特别明显 然后呢 这个在其他部位呢 有点偏白 然后呢 肌肉处这里头 这个比较明显了 白中泛青 看更明显了一些 在这白中泛青 然后呢 它的这个 所用的这个 那青料呢 也是用的是这个 苏瓦利青的料 那它这有这个 铁锈斑的沉着 我们拿手摸上去的时候 会有这个凹凸无平的感觉 然后呢 也有一些运散和流淌 那它这个 整个文饰的装饰上呢 我们看也是 这个继承了这个 圆青花的这种的 装饰的风格 分层比较多 而且呢 这个文饰的特征上 也是一脉相承的 和从圆青花那边开始下来 一脉相承 然后它的这个灌口呢 它的这个 是比较平的 然后这个盖子这里头 和它这个接的比较好 这关口这儿比较平 然后它这些使用痕迹 都比较明显 我们看 放大了看 因为放大了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这个图片 不太清晰了 我们看它的圈足 它修足呢 也比较规整 然后底足之内呢 这个 诗有这个白佑 这个白佑也是 在白中犯青 然后它这种修足的方法呢 比较这个 符合这个罐的这个特征 又让它有稳定性 然后呢 又可以它承重的时候比较好 这个降了两层 一层两层 降了两层 这样修的这种台阶式的 然后看它这个盖子呢 也是盖子这边 也是漏了这个胎 胎是很细腻的 因为这有这个 岁月的痕迹 看出来好像是发黄了 这就是使用过的痕迹 胎还是很 很白 很细腻的 好 我们看 注意哈 现在就是有一些防品 它要为了所谓 做成这样子的效果 它因为它没有办法 要么就是它太白了 它没有这种痕迹 要么就是 它要自己用这个高蒙酸甲 去处理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这个氧化铝 在垫的时候 就是所谓垫饼啊 垫扎上用的一些氧化铝 会落在这些个 这个漏胎的部分 然后它在打磨 那在上面很多的黑点 然后怎么样 还有一些白的点 那些就都是 现代添加了一些物料 所造成的 真正的这个 这个 永恶时期的这个胎呢 没有那样的情况 大家要记住 我们看它的这个这个用 然后在这个清料里边 还有一些这个 研磨不够特别充分 所形成的这种 特殊的 看这里头 有一些这个 清料的这个分离 我们看它这个也是 很漂亮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的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